丽妍出生时鼻子以下到颈部皮肤有着大片红色血管流 为此让丽妍在社交就业上遭遇许多不友善与挫折 但她一步一步学习各种技能 出国打工训练自己胆量 现在决定用自己真正的样子经营短影音频道 并且拥有超过4000位的粉丝 丽妍也特别套上阳光基金会在脸部平权日 推出的社群平台滤镜展现自信美丽 哈喽大家好我是丽妍 那这次阳光呢很贴心的呢 在IG上面设计了一个小游戏 让大家呢可以去试玩看看 那上面的设计呢 主要是针对于我们病友 他可能在生活周遭上可能会遇到上的挫折 比如说切切丝与上下打量 或者是刻意的去保持距离 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病友在日常生活中 常常会遇到的事情 那对于我自己来说的话呢 我觉得任何不友善的眼光 对我们病友来说都是一种伤害 那其实希望大家可以以一个平常心来看待 就像是我从去年冬天开始一直在想着一件事情 就是我真的必须要一直遮遮掩掩的面对社会大众吗 我没有办法很坦然很自在的在生活吗 我就是一直有这个疑问在我自己的内心里面 所以我尝试开始用素颜的方式 在我的生活当中 其实我得到的反馈也不全然是坏的 因为有人会对我打气加油 觉得你很勇敢 你也很自信 那这自信 其实终究还是回归到我们的生活本身 你生活周遭的人善待你 你同样也会善待身边的人 所以那我想呢 不光只是病友们 每个人都期待可以自信且自在的 呈现自己不同的美丽 所以在这里我还是呼吁 大家可以支持脸部平权5月17号 让大家一起来翻转目光 把不友善变成友善哦 根据仰光基金会2023 严孙者外貌相关经验调查 有42.9%的严孙者 曾经因为外貌遭遇他人不友善的对待 以被别人多看一眼而感到不舒服 占73%最大宗 对比本会去年对台湾民众的调查结果 会发现 20岁以上的严孙者 因外貌受到不友善对待 是一般人的6.5倍 因此阳光基金会持续推动脸部平权 希望让每个颜面外观不同的人 都能够得到基本的尊重和公平的机会 为了能接触更多的网络族群和青年朋友 让更多人来认识脸部平权 阳光今年透过IG FB 滤镜的趣味活动 邀请朋友们一起眨眨眼 用平常心和同理心 翻转不友善的眼光 有爱每张脸 根据阳光基金会2023严损者外贸相关经验调查 有42.9%的严损者 曾经因为外贸遭遇他人不友善的对待 其中又以被别人多看一眼而感到不舒服 占73%为大宗 商友说多看一眼是人之常情 这可以理解 而会被看到不舒服 往往是因为对方眼光带着负面 上下打量或者盯着看 每个人都可能因为穿着打扮 高矮胖瘦等外在特征 而获得不友善的目光 阳光期待在脸部平权日 邀请民众一起翻转不友善的目光 温柔看待每张脸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还是更新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以赞 欢迎订阅明镜